出了家了 出了家了以后修道 他是缅主人 我到他家乡去过 他那里有他的庙 那个住山住洞的时候 不是睡大觉 是不睡觉 睡眠的障碍比前头都重要 大家会体会到 如果你入供 你每天 你回这自睡三个小时 自会四个小时 你赶脚到那个睡眠的不足的时候 赶脚睡大觉 佛给我们规定的时候 没有睡眠的时间 夜宗时 疲劳过度了 读宋大乘一字休息 休息是读宋经典是休息 这是一种说 佛又说 你得看你的身体情况 他有个弟子 读宋经送的那个生运呢 非常的悲难 非常拘谨 修道修的很拘谨 想断五运 那佛就一天到他去说了 说你过去干什么 没出家之前干什么 他说过去呀是弹琴 弹琴 那个琴的弦呢 把它拧紧了可以不可以 他说不可以 说为什么 他说一弹呢 那个琴就断了 弦就特紧了 崩太紧了 他会断了 发出音来呀 非常的激烈 非常的愤 不好听 不断也不好听 说松了可以不 他说松了没有音了 琴呀 那弦要松了 你弹还能发出什么音了 如何才好呢 说不紧不松 佛也跟他说 说你修道也入世了 你得看你的功力 刚才说那个不睡眠那个 那得看功力呀 俄诺律尊者 出家之后经常睡大觉 佛就呵死他 佛就去 那儿呵死他 嘟嘟嘟 胡为睡 罗斯半壳类 你跟那罗斯半壳 一天在壳子里头 罗斯半壳不有壳吗 他在壳子里头 一天睡大觉 永远睡大觉 说你跟他相似了 那个 恩律尊者 听着佛这位呵死 哎呀他惭愧心 咒也不睡 但是这幼体呀 他也没见到俄罗汉年那时候 咒也不睡怎么行 眼睛就瞎了 恩律尊者是瞎子 瞎了之后来就成道了 他就用天眼看 成道了他得了天眼了 天眼看 断五欲 你在你生活当中 散容其心 这五欲境界呢 当然是 好像是让你身体舒服 实际上是痛苦 痛苦 你想为一个名啊 得好 你看那些个打球的 那运动员 那国际比赛了 或者拿这场比赛了 他命都不要了 嗯 嗯 要拿个冠军 嗯 冠军拿到了 身体也完了 反正运动员活到 长寿的时候很少的 有的 当运动员当到三十岁就不行了 嗯 这是几年的光阴 嗯 他身体的体力是有限的 嗯 这都是为了一个明 明里头坚持有个力 明必具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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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贪吃的 对 贪吃的 要吃的好 这我们大家可能够 在普罗斯的道友们 嗯 很多大概是这些个 色 色 明 实 只剩个睡眠了 这几个这四种 可能虽然有这个根啊 你得这里找个神明啊 在普罗斯有神明 这儿也不经常不表扬 不是像别的寺庙啊 佛学院啊 或者 干啥还表扬还干啥 我们这很少的 批评是有的 批评是有的 批评是鼓励你啊 人跟人之间 有道友跟道友之间 别别扭扭的还是有的 在这个财骰明是帅 我们自己来问自己 你断了好多 因为这五个是 地狱五条根 你拔出去 地狱没有了 拔得干净一点 六道轮回没有了 你要没有了 就带不剁六道 如果把贪奈相除掉 清净了 这就是进行 进行 当你得到五欲的时候 你不去贪恋他 不去贪恋他 不去执着他 看破他 就像 把那个剑射到身上 拔出去的样子 你弄得难闻了 就剑射到身上一样的 经常的就让修惯 这修惯的惯想啊 长了 渐渐就离掉了 思想也不在乎这个了 锻炼的方法上 特别吃饮食 不管吃好吃坏 你自己给自己定个规矩 我无论到哪吃饭 我跟大家一小时候 一出家之后 自己给定个规矩 这过载堂没有了 你过载堂都是一饭一菜了 特别当法司的不同 当法司的都 我不跟大家说过 我没过过堂 没过过堂 当学生时候没过过堂 那是当事者给老法司打饭 跟老法司一块吃 没过过堂 离开老法司之后了 我自己当了法司了 当法司了都是吃客饭 你请哪儿当吃客饭 没有到摘堂吃的 摆个桌子 摆桌子都给法司做的菜都很多呀 我自己给我下个规定 我面前这盘我吃 人之远的我不吃 那你面前这盘 也有时候人家请西多好多个人吃啊 那我就吃我这一块 这一个盘子里头 我只是对着我这个方向我吃 我不过河 不过河 别到河面边吃草 就像一个山口 河这边你吃 河那边你过不去也有水 不过河 克服自己的贪 饮食的面 贪饮食啊 看哪好吃的 有些人一到桌上来看看 哪个好吃的 如果别人没来呀 把那好吃的摆在我这跟前的 那隔远点 特别食很难 食喝碎 就生来的 巨生的祸 你只一生来 这个祸就跟着你了 因此啊 断出五月呀 听着很简单 处理方式很难 很难 对 像我们一般的道友们 这个名上的 关系都不大了 特别你出头当方丈 当知识 特别当法师 而且互相之间还真啊 听到哪个法师 人家要听人家原文法好 听人家名望荡 心里启诸 嫉妒障碍 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要除掉 除掉 用道念上坏 这叫散容其心 这后头都有 后头每个条文里头啊 文如斯理菩萨告诉我们 你怎样惯想 极要俱坏 当愿众生 以法治愈 了计非是 这个我们现在都没有 我们也表演呢 普瑞斯也表演好多回呀 最后在那个南木头 那两难哪来祈祷和平 还有个表演大会 什么武术表演呢 歌唱啊 都是那个 南木头女众佛选 南宋佛选表什么 南宋佛选表显的呀 少林武生啊 打拳啊 动武术啊 我没去看 他们的表演是我没去 那我一个弟子 他在那负责任了 他阻止这个事情 老法师啊你咋不去 我说我这就已经很惭愧了 哎他说你想个啥 跳舞的 打拳的 唱歌的 我都是我们佛门弟子吗 我说我们看见的 好多老法师啊 台湾的来的 大德呀 佛就回家 但是佛可呵斥 这是佛所呵斥的 我们见他把他当成一个 说什么的 酬劳嘛 这是其他两难和平啊 但是 现在的社会 现在的时代 咱们能够讲 有人听 再有人去改 再去做 这就是正法 这不是末法 跳舞的歌唱的 在种种聚会上的 这个多分子在家菩萨说的 在种种聚会上 当时你是很高兴 很欢乐的 这是世间的快乐呀 这不是出世间的 我们把他转变 我们把他转变 怎么转变呢 转变成法 以法为乐 以法为乐 独送大乘 礼佛拜颤 赞他佛的功德 当代佛门起诉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身于京吉林省 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 兜率四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童八宗 畅讲华言 利弘地藏 虽蒙雷谢之灾 三十三载 弘法兴致未曾烧歇 于2017年11月27日 在大陆武台山 安详时机 享受一百零三岁 感恩孟参老和尚 一生演说大称 少龙佛种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早日 趁愿再来 慈敏度众 利乐有请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僧才 积极社会公义为职制 在珠山长老 法师及各界大德的祝福下 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于2020年10月正式成立 有即回归佛陀本怀 透过文化出版与媒体的多元形式 将佛法传扬于社会 并藉由慈善公义的参与 落实大乘佛教之利他精神 基金会立足于汉传佛教 不分语系及宗派传承 致力于南传 北传 藏传佛教之间的交流与学习 其能宣扬佛法 以及推广书时 护生等的慈悲理念 由以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为主要目标 结成敬邀各界大德 踊跃护持 财团法人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欢迎您一起来推动慈悲智业的各项会晤 一同为世界燃起正法之具 照破黑暗 传灯无尽 会物介绍 护持弘法 培育僧财 僧且安养 医疗及生活救助 宣扬佛教教义与经典音质 佛教刊物影片及电子多媒体弘法 设置传教场所 护生等之 佛教同法慈善护生相关活动 立案字号 台内明字第 109-005-1120号 统一编号 8751-5434 通讯地址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2号 服务电话03-989-9319 随喜 www.5tv.org.tw 斜线 a date 斜线 sustain.htm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举办共修法会 日期2月19日星期六起 时间每周六下午2点至5点 修持不动佛仪轨 恭送月葬经吉祥文 恭请战性法师领众 联络电话 06-2716-616 或 06-2716-612 06-2716-616 或 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 购目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两体温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 成征义工 联络电话 06-271-6616 或 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 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猎人和报恩的黑熊 阿良家住在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里 他身形彪悍 喜好打猎 经常上山捕捉一些野味回来吃 阿良啊 你又要上山打猎吗 是啊 上山蹦蹦运气 看看能不能打只野兔山鸡什么的 来为自己夹夹菜的 阿良啊 你最近啊 还是不要上山了 听说 最近山上经常有野猪 黑熊出没 一熊 二猪 三老虎 要是遇到他们 可不是开玩笑的 阿良有枪 不怕他们的 搞不好阿良 还能把黑熊和野猪给打回来呢 要是真能打回来一头野猪的话 那可是我的福气 黑熊 是打不得的 要知道 那可是保育类动物 打黑熊是要坐牢的 更何况 我这自制的土家 也没那么大的威力啊 是啊 黑熊皮厚 一般的猎枪 很难将它一击致命 别说黑熊了 就是野猪 要想一枪打死它 也是不容易的 没错 所以 我还是上山 打打野兔 山鸡 这样的小动物好了 阿良 除了用猎枪射杀猎物之外 他还会在山林里 布置一些陷阱 只要猎物的腿 被他制作的捕兽匣 靠住后 便无法逃脱 越挣扎 勒越紧的 唉 我辛苦布置了这么多陷阱 竟然 没有抓住一只猎物 真是太扫兴了 唉 哈哈 看来终于有猎物 掉入我设置的陷阱里了 哈哈 哎呀 我的天哪 竟然抓住了一只小黑熊 哈哈 嘿嘿 小笨熊 你不要乱动 再勒下去的话 你这条腿可就报废了 小笨熊 我要是抓了你 那可是犯法的 算了 今天我就发发慈悲了 把你从这里救出来吧 嘿嘿 你这家伙一点也不笨啊 知道我要救你 所以就要一动也不动 真没想到 你还蛮聪明的呢 嘿嘿 哎 怎么 你是不是饿了呢 好吧 我就给你些东西吃 啊 嘿嘿 嘿 好了小家伙 你快走吧 啊 这只小熊的腿 伤得不轻啊 如果感染了的话 可就不妙了 喂 小家伙 你等一下 哎 哎 哈哈 好了 又擦了这些药 就不怕感染了 回下去吧 过不了多久 你的伤就好了 救过小黑熊的阿良 有段时间 没有去山上打猎 转眼间 一个多月过去了 阿良 又一次拿起了猎枪 阿良 有段时间 没见你上山打猎了呀 是啊 上一次我上山的时候 发现了一只小黑熊 这说明 黑熊最近就在这附近活动 啊 要是在山上遇到了黑熊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所以 这段时间 我就没上山去打猎的 阿良 你上次发现了一只小黑熊 那你怎么没把他抓回来呀 抓他干嘛呀 他可是保育类动物 更何况 他还只是一个小孩子呢 我怎么能伤害他呢 阿良 你有时候 真的不像一位猎人啊 我只不过 是放过了一只小黑熊 就不像猎人了吗 好 今天 我让你们看看 我像不像一位猎人 阿良 你不会要上山打黑熊吧 黑熊不能打的 我打头野猪给你们看看吧 好啊 阿良 你要是打头野猪回来 我们全村的人 都帮你庆功 阿良 一熊 二猪 三老虎 你可不要逞强 真的去打野猪啊 野猪要是发气狂赖 可是不好对付呢 你们放心好了 要在山林里 遇到一头野猪 哪有那么容易啊 好了 我要上山去了 再见 然而 这次阿良走进山林后没多久 便发现了野猪的踪迹 他跟着野猪留下的痕迹 一直追着 终于 他发现了一头体型硕大的野猪 竟然是一头大家伙 我运气来了 村里的人 今天就等着为我庆功吧 可恶的野猪 病正硬啊 不好 没有子弹了 快跑 真糟糕 我干嘛要惹这头大野猪啊 看来今天它是想要跟我拼命了 野猪撞了一会儿树干后 发现并没有多大效果 毕竟这棵树实在太粗了 于是他又换了另一种方式 他开始用脚刨树根处的泥土 用嘴拱着裸露出来的树根 完了 今天真的是凶多吉少了 若是让这只野猪这样继续挖下去 树木一定会倒的 天啊 怎么又来了一头大黑熊 看来今天我的命真的就要丢在这里了 一头野猪就快要了我的命 再加一头大黑熊 我今天一定是必死无疑了 然而令人吃惊的是 黑熊竟然直接来到了那头野猪身边 然后挥舞着巨大的手掌 重重地拍打在了野猪身上 野猪疼得大叫不止 野猪本来就有伤 又撞树又拱树又挖泥土 体力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 而黑熊完全是以意代劳 所以他很轻松地就将那头野猪给赶跑了 好吧 黑熊赢了 我将会成为他的食物 这 这是怎么回事 他怎么走了 难道他不想吃我 这 哦 原来是他 难道他这是来报恩的 阿良等到那两只黑熊走远后 才从树上下来 下来的时候 腿软的 已经不会走路了 他连滚带爬的 回到村子里 从那以后 他便把猎枪砸了 再也不上山打猎了 阿良 你这是干什么呀 怎么把你的枪给砸了呀 我以后不再打猎了 啊 你说你再也不会打猎 这是怎么回事啊 此时阿良便将自己在山林中的经历说了出来 天哪 竟然有这种事情啊 是啊 这么说那只小黑熊真的认识你 他发现你遇到了危险 便叫来大熊帮你解了围 天啊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那真是一头有情有义的小熊啊 啊 没错 他的确是一头有情有义的熊 所以 我从今以后 不会再上山打猎了 动物都有灵性 更何况是人呢 黑熊都知道感恩图报 我要是再杀动物 那我岂不是连熊都不如了 嗯 互生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述网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摩赫波哲波罗蜜 一切菩萨摩赫萨摩赫波罗蜜 一切菩萨摩赫波罗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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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菩萨摩 一切菩萨摩赫波罗蜜 一切菩萨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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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瘟 vine 今午后 淡逝菩萨摩 2瘟 明天 2瘟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生命电视台 呼吁保护一切生命 咒读一切生命 是终生离苦的难 若是佛法的大慈大悲 世间佛陀的独生奔怀